明代指着人体路的路灯 不是因为它发生故障 而是这路灯因为底下的路数 长得太茂盛 被挡住了 失去照明功能 大白天用路人还可以通行 一到夜晚道路事件不佳 恐怕会造成行车危险 危险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路灯功能都没有 定期到没路灯同意书 就是说来太晚 车辆会比较危险 由于这条路是通往 大理工业区的主要道路之一 现在几乎整排路灯 都被树木挡住 让人担心又怒人的行车安全 加上道路旁还有自行车步道 是附近居民休憩的场所 民众也担心会有不良分子 借机躲在树丛衍生治安危机 晚上都有人散步 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 而且比较隐秘的话 有一些比如 会有造成一些 想要说犯罪人都在树丛里面 民众欢迎 今天我们要邀请四大队来 要说一星期来 他离清我时 是不是最终的 不然一星期来 后来就水都要做 在明代的要求下 市府建设局允诺 会尽快修剪路数 并定期维护管理 让用路人经过这个路段 能够更加安全 记者来说封台中怎么到